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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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亦联同多个政府部门 成立应变小组处理事故 并且出动军机和军舰协助抢救 文航局期后召开记者会 说出事客机的机灵有23年 救援人员现在在海面 发现到大量飞机的游积 和一批救生衣 当局是会出尽全力抢救的 亚洲电视记者 孙少勤报道 台湾的民航局初步说 暂时知道客机上有14个港澳旅客 我们同时邓俊辉 现在赶到香港赤立国机场 邓俊辉 你那边情况现在如何 香港国际机场情况暂时没有混乱 在底港大堂看上去 摘机航班显示板 清楚见到那班CI611的航班 由台北飞来香港 原定4点25分就会到复 现在的情况是有延迟的 机场这地方的情况没有混乱 而入境署和华航公司 已经设立了热线电话 给市民查询 而旅游议会初步就说 那班航班上是没有本港旅行团的 首先由姚建文报道 加华航客机原本下午4点25分抵达香港 在机场的入境大堂 仍然列有这班机的偏好 暂时知道 那班机上有14个港澳旅客 港澳的旅客 我们目前的资料是14个 其他的姓名年龄 咱的女的都不知道 只知道有14个人 不过旅游业议会表示 暂时知道 机上面并没有香港旅行团 我暂时知道 全部旅行团 应该从华航七个 应该没有旅行团在这里 如果散客去那些我就不敢说 但旅行团就没有 没有什么可以安排的 看航空公司怎么安排 华航和入境处都设立了查询热线 给有需要的市民查询最新的情况 亚洲电视记者姚建文报道 由于航班上有十几个港澳的乘客 有些乘客的家属已经赶到机场 华航公司办公室了解情况 我们有最新消息 也会为大家报导的 请留意新闻 加美新闻 谢谢邓俊飞 先看看其他新闻 保安局局长叶刘淑宇 就赞成警务处长的建议 会和律政司研究资料发放的准则 他认为警方和联署不会因为发布消息 而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 对于警务处长曾蔭培公开指 廉政公署在新闻发布上 公布了未经证实的指控